好继续来看看这一名超级问奖 他开计程车一个月可以赚16万 而且都是客人自己找上门来的 那么年薪加钱有百万元 他是如何开到的呢 我们可以看到他开创了车岛这个新兴行业 就是靠着开计程车载着游客来赚车资 来看看我们的独家报道 专业的解说让其他路客团还真以为 他才是带队的导游目光全被吸引过来 但他其实是计程车司机邱伟生身兼导游 他开多出的车岛这个新兴行业 靠着一台小小的小黄也能赚尽百万年薪 开着计程车车载着游客爬爬灶 邱伟生说他光是一天就能赚进5000元的车资 靠的就是过去当过15年文石导游的经历 也算是旅行社嘛 那利用我们的旅行社的这个后面的这个资源 这个就是尤其是人力方面的资源 还有一些所有的一些人脉去扩展 赚钱Payball还有他的观察力 无形中在开拓不少客源 有时候客人他会主动会去提问 那我们会把我们所知道的东西去跟他 利用这个机会就跟他讲 就是上网啊 或者找一些资料从书本里面去找一些资料 比起其他的问奖司机一天工作12小时 月入只能三四万 他月入十五六万的确很羡慕人 邱伟生发挥他的导游专场开计程车 不必担心油电双掌年代 靠小黄议员他的绝境梦 同学员林东宁周语的台北采访报道